台中不过是南屯区 这个针脚店小偷光顾 偷走了上万元 警方调用监视器 发现这个小偷熟门熟路 所以进一步去比对监视器的画面 锁定一名离职的张姓员工 而且靠着一双厨师鞋 让他白孔莫变 一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在针脚店前鬼鬼祟祟 用遥控器将铁卷门稍微打开 蹲低身体 先是探头张望了一下 看到里面没人 就钻进去 随后就在收银机旁的箱子 拿走一叠钞票 隔天店家准备开张 发现一万元不翼而非 赶紧报警 如果不是熟视的人 是一般的人 是不知道这个钱藏在这个盒子里面 那遥控器的话 为了方便员工上下班来收店 所以他将遥控器放置在鞋柜里面 所有的迹象都指向小偷 可能是员工坚守知道 而远景比对监视器画面 发现小偷犯案时 穿了一双特殊的黑色厨师鞋 经过老板娘的指认 锁定一名离职的张姓员工 张姓前面在这个针脚店做了两年多 所以这个老板娘 从监视器看到之后 一眼就认出 他骑机车穿的鞋子 跟到他家访查之后 他所穿的鞋子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依据这个线索来侦破的 许多厨师怕刀掉下来刺伤脚 都喜欢穿的硬鞋头厨师鞋 成为破案关键 55年次的张姓窃贼 有多起窃盗前科 因为没有工作缺钱花用 就把歪脑筋动到前东家 偷来的钱都花光光 警方将他一窃盗罪移送法办 记者赖文良杨清源台中报导